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恭请尊敬的卢君侯台长 三明水秀啊 禅在心啊 明心见性啊 听佛音 五着恶事 靠佛经 破迷开悟 离迷经 感恩我们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 隆天护法 感恩我们各位嘉宾 法师 和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 义工们 大家晚上好 台长非常的高兴啊 再次来到新加坡和大家见面 今天呢 能够在这里呢 与大家共募佛光 传承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 共同感受观世音菩萨的智慧和慈悲 发喜充满啊 这个人呢 现在社会啊 压力啊 精神的压力越来越大 忧郁成疾 几乎每十个成年人当中 就有两个患有忧郁症 因此呢 现在呢 在医学界 在很多的心理学界 把这些忧郁症呢 称为了精神病学当中的感冒 所以全世界每天有三千人 每天呢 因此自杀 所以每个人要注重自己的心灵管控 每个人必须要知道 你心里在想什么 做什么 如果你不能控制自己的心灵 那你任由它去试验你自己的本性 你很快地就会迷失方向 所以在这个世界当中 靠别人很难 要学会自己来管控好自己 美国疾病控制于 预防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生 在美国 自杀率近二十年上升了百分之二十五 在一半的周内 年龄十岁以及以上的青少年群体自杀率超过了百分之三十 自杀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十大死因之一了 1月18号 有一位年仅33岁的华冰明星 两届全美赛的双人华冠军得主 叫John 他自杀身亡 为了什么事情呢 也就是在这个自杀前的一天 他遭到了美国安全运动中心临时的竞赛 就是不让他比赛 不能参加美国华协会和美国奥委会认可的任何活动 不堪一击地将年轻人结束了他的生命 英国的三十二岁的叫麦克劳德 他是校长和老师们公认的才华横溢的一个年轻的教师 他在平时教学当中一直激励着学生们 你们要相信自己 要让孩子们得到更多的快乐 然而自己却深深地陷入了忧郁症困扰 由于缺乏自我价值的认同 始终担心让学校和同学失望 在历经三年的抗忧郁症的治疗之后 还是没有摆脱疾病的折磨 最终选择上吊自杀 贪嗔痴三毒啊 如同毒蛇一样的在伤害着我们的心灵 贪的东西太多了 贪不动 得不到 我们就在伤害自己的心灵 恨 每天恨别人 恨自己 包括恨这个社会 实际上你就让自己沉浸在一种魔性当中 所以要懂得苦空无常啊 这个世界上我们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对什么事情都要用宽容包容的态度和心态 你的心灵才会健康 所以要拥有菩萨的慈悲的心态 你才能获得幸福啊 人生在世 短短几十年 如过眼云烟啊 对人间 什么事情都太执着 这个也放不下 那个也放不下 最后 伤害的是自己的身体和心灵 学会人鲁 吃苦消夜 一切随缘 放下烦恼 你才能看到明天的光明 人活一生啊 有很多的诀窍 实际上这些诀窍 做人的诀窍 实际上就是我们智慧在人生啊 你看我们中华传统文化 让我们学会圆容 佛法 让我们一切随缘 台长接下来 仅仅用四个汉字 就指导你们做人的人生 第一个字 我叫他们打出来 第一个字叫奸 奸 第二个字 出来了没有啊 没有啊 还是我啊 出不来了 已经出来了 我看不见 对不起 第一个是奸 第二个是兵 第三个是卡 卡出来了吗 第四个是影 这中华传统文化 这四个字很有做人的意义啊 所以你们经常想听师父跟你们讲 我就告诉你们了 兼字是什么 兼字是能大能小 世界上什么事情 可以大可以小 可以小 很多事情你不去执着 你不对他进行 哎呀 百般的放不下 他就变了小了 你很多事情揪着他不放 你就会变得越来越大 会让你伤心 会让你难受 所以这第一个字 兼字 第二个字叫文武兵 是能文能武啊 第三个字 卡字叫什么 一个人要学会 能上能下呀 对不对啊 这不是做人吗 做人 很多人上着去就下不来啊 你说你坐飞机 你上去了 你不下来啊 你不下来 你怎么到新加坡来看师父啊 第四个字叫隐 隐就是能趋能胜啊 所以台长告诉大家 人生烦恼虽本有 就是人生的烦恼 本来就有的了 只要你活在你出生的第一天 你烦恼就不断 四字 长字 明一生啊 四个字里边 藏在我们传统文化的智慧啊 明白你的一生啊 人怎么不要能大能小能稳能武能上能下能屈能生啊 一个人一定要懂得这个啊 能大能小明事态 你对这个事态也量 你只要把它看得小一点你就过了 你把它看得太大了就过不了了 能文能武乃英才啊 很多人能文能武是个英才 能上能下的人淡破名利呀 无所谓的 有多少名有多少利 有什么呢 几十年之后我们大家都一样啊 对不对啊 每人一块碑啊 还有能趋能胜的人 记住了 能趋能胜有什么好处知道吗 福自来啊 福自来听不懂啊 鼓掌这么小嘛就是没听懂啊 你们天天不是要有福气吗 你们不是天天说我要有福气吗 对不对啊 你只要在单位里能趋能胜 在家里能趋能胜 在社会上能趋能胜 你怎么会没有福气啊 大家都说你随缘 大家都喜欢你 你这个人福就自己来了 从前有个国王啊 家里供养着一个僧人 这个僧人呢 有点神通 能够预知很多未来的事情 有一天 他跟国王说 国王 请允许我报告你一件 我们非常可怕的事情 这座城市很快就要被洪水淹没了 你和你的城民都会像鱼一样 流在了水底 唯一可以预知洪水来临的办法 是你要天天派人去查看 市场上有一个石头的狮子 如果这个石头的狮子眼睛里边流出了血了 那么不出七天洪水就会到来 说完 不管国王怎么样挽留他 他就背起行囊 云游四方 这个僧人就走了 国王非常听僧人的话 就天天打伐自己的三个女儿 轮流到市场上 假装去买肉买菜 其实呢 就是看看这个石狮子的眼睛里 有没有流血 就在石狮子旁边 有一个卖肉的高人 这个高人不是脑子很高啊 人长得很高啊 他们对公主亲自买肉这件事情 失分的惊奇 几个人聚在一起 哎呀天哪 国王手下有几百个男女仆人 为什么天天叫公主来买肉呢 这里面一定有缘故 有一天 他们假装 像年纪最小的公主 提出了他们的疑问 小公主呢 很天真 很老实 看看边上没人 她就告诉他们 石狮子流血的事情 小公主走后 这五个商人呢 凑在一起 你一言我一语地商量起来 他们要抓住这个秘密 大家呢 想发一笔横财 晚上 他们去 宰了个牛肉 牛血 羊血 偷偷呢 涂在了 石狮子的眼睛里 第二天 大公主来买肉 一看见 石狮子两个眼睛里 血淋淋的 吓得 肉也不顾不上拿 慌慌张张的就报告了国王 这个国王一听啊 连忙召集所有的大城宣布了这个可怕的消息 他们用最低的价钱拍卖了皇宫里所有的财产 带着臣民百姓逃到山上去了 只有这五个卖肉的商人肚子里暗暗发酵 他们用很少的一点钱买到了数不清的财产和房屋啊 他们杀了很多的牛羊 煮了大坛的酒 每家轮流请客三天 庆贺着他们的聪明 绝对的才智 一夜之间 变成了全城最大的富翁 正当他们饮酒作乐的时候 石狮子的眼睛里 真正的流出了鲜血 不过因为这个湿湿的眼睛被涂埋了 牛血羊血不容易被看出来 等到七天之后 一场洪水淹没了 整个城市 这五个商人连同他们的财产 都被滚滚的波涛冲得不知去向 你们要记住 在这个世界上 不管你伤害谁 长远的来看 你伤害到的就是你自己 或许你现在并没有感觉到伤害自己 但它一定会绕到你的身上 凡你对别人所做的就是对自己做的 这是佛法最伟大的教会 所以菩萨跟我们讲啊 要懂得众因得因众果得果 所以你对别人好 对别人不好 就是对自己好 对自己不好 你们想想看现在社会 如果你对别人不好 人家会对你好吗 如果你真心的对别人好 别人会把你当亲人一样对待 所以我们学佛的人都相互帮助 相互爱护 不要说我们今天 等到我们见变成的老太太 老伯伯的时候 帮助你们的 不一定是你们的子女 而是我们伟大的佛友啊 所以不管你对别人做了什么 哪个真正接受的人 并不是别人 一定是你自己 同样你给别人了 当你为别人付出 真正获利的也是你自己 就是给自己 有一个农民 他的玉米的品种 每年荣获最佳产品价 而他总是将自己的冠军 种子毫不吝啬地送给了其他的农民 有人问他你为什么这么大方 他说我对别人好 其实就是对我自己好 他就跟别人说 你想想看 风吹着花粉四处飞散 如果邻居播种的是次等的种子 在传粉的过程当中 就会影响到我的玉米的质量 所以我很乐意向农民播种同一种优良的品种 你看看一个普通的农民 非常的懂得哲学和哲理 凡你对别人所做的 其实就是对自己所做的 所以我们学佛人要懂得 凡是你希望自己得到的 你必须先让别人得到 别想太多的明和力 用我们最纯真的慈悲心去看待众生 善待每一位身边的朋友 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莫问得失 你自然会获得最快乐的人生 所以中华传统文化讲 诗人与善广众福田 英国都是自己种下的 当然也是自己收获的 你所给予的一切都会回到你的身上 有一位老奶奶 他从小溺爱他的孙子 他将自己一生的积蓄 积蓄给了他的孙子 但是这个孙子很吝啬 非常有钱 非常吝啬 奶奶 这个孙子拿奶奶的钱 做生意做得很大 有一天 老奶奶生病了 病急了 被送到医院里 这就是一般的救护 病床上的奶奶 病床上的奶奶对孙子就说了 好孙儿啊 奶奶年轻的时候啊 那是在王府长大的 我藏了一些财宝 现在不说 恐怕以后就没有机会了 孙子一听啊 急了 赶紧叫道 护士啊 大夫啊 快来 给我奶奶用最好的药 让最好的大夫 给我奶奶动手术 结果一个月之后 奶奶康复出院 孙子悄悄地问 奶奶 您说的财宝到底藏在哪里啊 奶奶脸一沉 对着富有而吝啬的孙子说 臭小子啊 我哪有什么财宝啊 我要不那么说 你会下血本救我吗 现代人 把名和钱 看得比感情都重啊 自私自利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不细一切 曾听人说过有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的母亲 非常的伟大 每一个母亲都是非常的伟大 有一个母亲 孩子呢 一看天 她一看天太热了 孩子吵闹 跟妈妈说 我要去买西瓜 妈妈买西瓜 妈妈赚了一大圈 终于买回了一个大西瓜 切开之后 妈妈先尝了一口 没想到孩子在边上大叫 谁让你吃了我的西瓜 你给我吐出来 你给我吐出来 母亲流泪了 所以人生啊 如天气 可以预料 但是往往又出乎意料 我们学博做人要懂得 感恩啊 因为感恩是慈悲的基础 你们来到新加坡 他们为你们准备了这么多的餐饮 餐食 接待你们 你们如果有感恩心 你们就是拥有菩提心啊 所以人间不管是阳光灿烂 那还是俱散无常 一份知足的快乐 那是人生唯一不能被剥得的财富啊 所以儿孙自由 儿孙福 我们要把握好每天的生活 照顾好你独一无二的身体 那就是最好的回报 也是平安 就是福的写照 所以在人间得到了坦然 失去了 也是坦然 随善而为 随遇而为 一切随缘 最最智慧 那就是开悟人生的态度啊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 他们呢 这个任何宗教的传播 都是非常尊重其他宗教 所以呢 我们呢 我刚刚收到 有一个佛友写给我的东西 希望大家呢 不要到新加坡所有的公共场所呀 去发传单啦 发书什么的 因为你们要记住 他们各种宗教都有 所以呢 你们就好好在这里念经 菩萨 其实早就 前两天已经到了 师父早就看见了 来得最早的是弥勒佛 我今天在飞机上都看见 我们的佛陀和观星菩萨 都在天上 看着我们 所以你们要记住了 因为你们去影响人家 人家 这个地铁啊 什么会影响人家的 所以呢 要各个宗教在这里 和睦相处 希望大家呢 自己好好地修 尊重他们 有一个人呢 叫云杰 叫云杰 他刚参加工作不久 这种小青年 现在都很好面子 他姑妈来到这个城市 来看他 这个云杰呢 就陪着姑妈呢 在这个小城里 转了一转 就到了吃饭的时间了 这个云杰啊 身上一摸啊 哎呦 只有五十块钱 五十块钱 这已经是他所有能拿出 招待一项 对他很好的姑妈的 全部的钱人 他很想找个小餐馆 陪姑妈随便吃一点 可是姑妈呀 就天天 降中了一家 非常体面的餐馆 这云杰没有办法 只好陪着姑妈 硬着头皮走了进去 两人坐下来之后 姑妈就开始点菜 当他征询云杰的意见的时候 云杰只是含糊地说 姑妈 随便随便 随便点什么 这时候 他的心中啊 七上八下 放在口袋里的手啊 紧紧地抓住 那紧紧有的五十块钱 这肯定是不够的 可是姑妈还不停地夸口 称赞这样的饭菜 怎么好 还在点 他什么味道都没有吃出来 最后的时刻终于到了 冰冰冰有礼的这个四者 拿来了账单 精直向云杰走来 云杰张开嘴 你们看一个年轻人 这个时候这个脸怎么办 但是姑妈非常温和地笑了 她拿过账单 把钱给了四者 然后盯着云杰说 小伙子啊 我知道你现在的感觉 我一直在等你说不 可你为什么不说呢 要知道 我们有的时候 一定要勇敢地 坚定地 把这个字要说出来 这可能是你最好的选择 我来到这里 就是想告诉你 这就是做人的道理 当你不能够承担的时候 你要勇敢地跟别人说 不 死要面子活受罪啊 这一刻对所有的年轻人 都非常重要 在你力所不能及的时候 你要勇敢地把不说出来 否则你会陷入更加难堪的境地 选择说不 这种是自我尊重 尊重了自己之后 才别人才懂得尊重你 一味的爱面子 不仅加重了别人的依赖 也加重了自我的负担 你们想想 我们在生活当中 有多少人为了一个面子 最后选择了人生的绝路 一场车祸当中 有两位幸存者都失去了一条腿 亲友探访的时候 两个人却有截然不同的感受 一个对亲友说 虽然这个 虽说命保住了 一条腿却没了 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 于是他和亲友的脸上 都阴云密布 另一个人 他对亲友说 虽说我一条腿没了 但是我命保住了 以后我还可以过日子吗 于是看他的亲友 脸上阳光灿烂 同样的生活境遇 为什么我们感受有如此不一样 就在于境界不同 所以每个人的知足感不一样 还想让你们 把你们的知足感和兴奋度 放得低低的 不要去攀 不要去用欲望来控制自己 每一天的欲望 每一天的难受 会让你陷入沉迷在那种 不好的五欲流程当中 每一天把自己的幸福 定得低低的 你很容易就得到 我今天只要不生病 我只要吃得好 睡得香 我就很知足了 平安就是福 你每一天就可以享受那种平安 知足幸福和快乐的日子啊 所以人多多的抱怨都会伤害自己 希望大家不要抱怨 台下长呢 在节目当中 看见一个听众皮肤不好 经常有搔痒 颈椎不好 被人骗情 骗钱 没脑子 肠胃不好 胃寒胆不好 并说自己 他说自己头痛 台长看到他 身上一个老太太在他头上 根据台长的描述出 老太太的特点 经常咳嗽 眼睛爆出来 听众想起来 是小时候的一个邻居 请大家听下录音 谢谢大家 师傅好 我是69年的鸡 感恩师傅 给我看一下图腾 你皮肤不是太好啊 你的皮肤啊 经常有搔痒啊 是 最近搔痒 还有啊 颈椎不好 肩膀 对 还有啊 你这个人 要注意啊 感情和钱财 都会被人家骗的 是 这个人 人是蛮好的 没脑子啊 没有智慧师傅 多念一点心经啊 好 你还有就是要当心肠胃不好 肝胃不舒服 是 是 师傅 去年一月份过 看胃不好 完了 练了69波小房子 现在好多了 现在这个胃 还是要当心啊 因为胃寒啊 一冷的话 你就不舒服了 明白了吗 是 不敢吃凉的 是 一直不敢吃 好 那个胆啊 要当心 哦 对 是 我有胆囊员 我跟你说 你这个胆呢 我看了不是太好 师傅 我经常头痛 我看看 有一个老太太在你头上 老太太 她说她跟你是特殊关系 上辈子有特殊关系 这辈子好像说 跟你们家里 你应该知道她的 我不知道是邻居 还是你的老师啊 一个女的 你过去有没有一个老师眼睛爆出来了 想不起来 那么邻居有没有一个眼睛 就是说 想不起来 经常咳嗽 眼睛爆出来 那个人 啊 有 我很小的时候应该有 一饿点驼背是吗 对了 啊 那我知道了 啊 驼得不是太厉害 是是是 我知道了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谢谢 谢谢 这个大概就是一个半星期之前吧 他打进电话来了 有一个聪明好学的史坦福医学院的二年级的学生 在其中考试当中 再一次取得了全年级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作为嘉奖 他的父母亲给了他一笔丰厚的奖金 让他到亚洲尽情的去游玩 度过一个快乐的暑假 他在印度游玩期间 他有幸揭示了一位宗教大师 这个大师问他道 年轻人 你那么刻苦的学习 是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吗 不 这个年轻人否认说 我对做一名医生没有丝毫的兴趣 我的目的只是想超过我最好的朋友 超过所有的人 大师换了个话题问 我问你另外一个问题 你心中理想的妻子是什么样的 我不知道啊 但我一定要打败所有的追求者 把我们学校的校花要醉到手 大师对他说 年轻人 你没有意识到 你的竞争和成就 观念正在独化你的心灵 你所谓的成就 就是没日没夜的学习 以其在考试中取得比其他人更好的名次 你理想的婚姻 不是找到一位最适合你的女人 而是要赢得拥有被追求者更多女人的方式 你想的是战胜别人获得第一 这是你心中的功成名就 年轻人 年轻人 若有所思的听着 大师继续全接道 我希望你能够放弃对这种成功的追求 加入到我们中间 与我们一道分享宁静和慈爱 年轻人经过认真反复的思考 做出了一个决定 他打电话告诉他的父母 他已决定暂时不回家 要一直生活在这里 静修听大师的教会 几个月之后 他的父母亲收到了他的来信 他是这么写的 亲爱的爸爸妈妈 我知道你们对我上个暑期所做的决定 非常的不满 但我想告诉你们的是 这个决定让我快乐无比 我生命中第一次感受到了平和 这里没有竞争 没有嫉妒 只有分享和谐 最令我感到开心快乐的是 我已经成为整个静修院中 第二个最受大师器重的弟子 而且我坚信到六月份 我一定能成为最受大师器重的弟子 年轻人的可笑可悲之处在于 他理解的竞争和成就的含义 是比别人做得快 比别人要做得多 他没有意识到 做什么比怎么做更为关键 则学家曾经说过 人生最大的悲剧 莫过于人们必起一生的时间 努力去攀登成功的梯子 当爬到梯子的顶部的时候 你才猛然发现 这个梯子靠在了一个 错误的建筑上 听不懂啊 我们人的一生拼命地去追去求 最后我们靠在了一个错误的建筑上面 我们很可怜的 所以当我们走的时候 一无所有啊 因为我们靠的是名利和物质 这些都是虚幻的 不实在的东西 而我们忘却了 我们精神上的那种愉悦和法喜 那才是最最重要的 一个人常罗目标错了 那么无论你的梯子攀登的多快 攀登的多高 哪怕是第一个到达目的地 你也是毫无价值 攀上正确的目标 才是最为重要的 所以人在选择人生目标的时候 一定要把持住正性正念 不要让自己的思维出偏差呀 因为人都是选择性地看这个世界 因为人只看得见和留意自己相信的事物 今天这件事情我相信了 我就留意它了 选择性地留意自己和看得见 我看见了 我就认为是真的了 对于自己不相信的事物 你就不会去留意 视而不见 所以很多夫妻怎么会离婚的 因为他看不见他太太在家里 24小时的付出 很多人看不出先生在单位里 为了赚一点钱 辛苦地从早忙到晚 虽然他在休息 他的脑子还在想着那些公司里的事情 所以人所处的现实 是被人的信念吸引开始 如果你觉得对这件事情你有兴趣 你才会去关注 那你一定是片面的 人经常会被自己的信念 现实 自己所认为的现实吸引过去 所以很多人说 我认为这个师父是很好的 你就跟着他了 有的人认为我这个师父不好 你就不跟着他了 你问他为什么 这位师父整天地讲我不好 那位师父他整天地爱护我 实际上你不了解 因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经常有一种难以觉察的 下意识的方式 在进行着你的思维 所以不是说你看见的都是好的 你听见的都是好的 那就是好的 告诉你们 严实出高途 师父就是要对你们这些徒弟严格 你们才会成长 你们才会一事修成啊 佛法教导我们要控制好自己的信念 一个人的信念 如果是消极 你就会变得丑恶 你处的环境 也会慢慢的变得消极 能控制自己的思想和信念的人 使之以自己专注于自己积极和善良 慈悲的人和事物上 那么那个人就会把有力的 积极的和善良的人和事物吸引到他的生活当中 所以有些人整天做善事 大家都跟着他去行善 整天去骂人的人 很多人就唾弃了他 所以积极善良 要学会控制信念 记住了 能够控制好自己脾气 让自己不发脾气 没有欲望的人 他就能改变命运 修行修行 那有一个基本的理念 就是要学会放下 学会用正能量来帮助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 你就会每天看得见美好的阳光啊 在明朝的时候 王阳明有一个弟子心有怒气来向他讨教是非 王阳明说 我看你怒气匆匆 我无法和你多讲 几天之后 这个王阳明跟他讲了 待你素日之后 你心平气和了 我当为你说 素日之后 这个人再来对王阳明说 这个先生弟子心平气和了 愿赐教 王阳明见对方 还有些气粗不平 就说 你既然心平气和了 你还来赐教什么 回去吧 你的心还带平 你的气还带和 待你能够心平气和 而呼吸 那就很好了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当一个人想通了 你还要去找什么人呢 人 等到真正的心平气和的时候 你什么事情看不清楚啊 何不事情你丢不下呀 你哪件事情 你又会想不开呀 所以 人品差的人 再努力也没有用 内心 杂草 重生 再好的种子 也长不出好的果实 人啊 就是要学会 看破 放下 人生 就是一个过程 几十年之后 记住了 一个石碑 就是你 人生的终点 你占你的 我立我的 再好用的QQ 再好看的博客 你都看不见了 因为我们都不在 那个服务区了 人啊 斗什么名 争什么利呀 几十年之后 一个小土坑 就是人生的归属啊 泥塘你的 我睡我的 再方便的微信 再好用的搜狗 都搜不到附近的人了 因为我们都已经 没有流量和WiFi了 人啊 嫉妒谁呀 生什么气呀 几十年之后 一个墓盒 就是人生旅游的目的地 骨头变灰 埋在墓碑 再美的风景 再浪漫的季节 你都感受不到了 因为我们都被孝顺在一个不到五十公分泥土的黑洞当中了 人啊 没有什么可以想不通的台长告诉你们 几十年之后 就算你还坚强的活着 你也是鼻涕邋遢的 再香的美食 再好的旅游点 再纯香的咖啡 你也是咬不动 玩不动 就连最好的咖啡 你也闻不出味道 所以人要相互珍惜 珍惜就能让你的幸福绵长 记住了 没有什么可以生别人的气的 因为贱一面 扫一面 因为吃一顿 扫一顿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时间 只会越来越少 不要再去争 不要再去斗了 因为再恨的人 他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 你跟他越走越远 记住了 多说好话 相互理解吧 世界上台长说 最经典的一句话就是 好好珍惜对你好的人 弄丢了 你上百度也找不回来 上收购 你也收不到了 台长在 一个听众打进电话 台长在梦中 用能量把他拖了起来 帮他通经络 他自己感觉到能量 咚咚咚地进入他的身体 他醒来之后 后背完全不痛 请大家听一下 谢谢大家 弟子感恩师父 师父在梦中帮助弟子通经络 现在弟子的后背什么的 已经全部不疼了 师父感恩你 因为在梦中 师父看到我之后说 你什么也不要讲 然后呢 师父的能量一起 就把我拖起来了 拖起来之后呢 师父说 你要忍住 稍微有一点痛 然后呢 就是那股能量 就直接就进入我身体了 师父 你知道那种感觉 就相当于 你知道吗 就是那个压路低那种 能量就进来 就是给我通经 还有通完之后 我马上 痛得我都要醒来了 我说千万不能醒 师父在跟我通经 我千万不能醒 我想师父您对我讲 好了好了好了 给你通好了 然后呢 我就醒了 感恩师父 现在知道了吗 我跟您说 师父是靠法生救人的 我并不是一定要人见的 法生就能救人的 是是师父 感恩师父 感恩您 谢谢 学佛人 应该拥有正能量 把所有的人 都先往好的地方看 好好珍惜你身边的人 不要做翻脸 比翻书还快的事情 理解别人 会让你懂得慈悲 互相理解 你才是 懂得真正的感情 不要给你的人生 留下太多的遗憾 记住了 再好的缘分 也经不起敷衍 再生的感情 也要懂得珍惜 记住了 这个世界上 没有绝对的傻瓜 只有愿为你装傻的人 原谅你的人 是不愿 失去你 真诚 才能永远 所以你们佛友当中要相互帮助 有些人很顺着你们 你们不要以为他傻 他不是港督 他是真的 他是爱你 他就顺着你 大家听得懂吗 你看我今天出关的时候 前面有一个中年妇女 大妈出关的时候 她在我前面 她一走过去 那个security那个门 就叫了 叫她再走一次 然后呢 这个戏人就跟她讲了 就跟她说 这个这个 怎么怎么跟她讲的英文 她听不懂啊 那我就上去翻译了嘛 我就上去翻译了 我就跟她讲 人家跟她说 你叫她把鞋子脱下来 然后呢 叫她把身上的钥匙拿出来 有没有钥匙 结果我呢 就跟她说了 老妈妈 你把鞋子脱下来 脱什么的 上海人啊 一听上海人啊 脱什么 然后说 她说你 声音啊 过不去啊 你把钥匙 你把钥匙给她 这个人说 我没有钥匙 没有钥匙 结果我跟她讲 那怎么 我两个腿上 有两个钢灯啊 这个人怪不得 她就指着那个人说 这个人怪不得 我身上有两个钢针 你叫我怎么拿下来啊 她不认识我 她认识我 一看卢台长 保证说 卢台长我听你呢 听我们就过去了呀 对不对呀 跟人家好好解释的呀 所以啊 人啊 要珍惜身体啊 我看了他身上 有两根钢的铁的 在两个关节上 所以我就觉得 人应该拥有身体 要珍惜啊 学佛人要懂得 珍惜你身上 每一个器官啊 肾脏 你们知道怕什么吗 肾脏怕熬夜 熬夜的人 肾脏会不好 胃你们知道怕什么吗 怕凉 肺你们知道怕什么吗 怕烟 抽烟了 肝脏怕什么 怕油脂 心脏怕什么 怕太咸 你们记住 吃得太咸的人 长期的心脏会不好 胰脏怕什么 怕暴饮暴食 肠道怕什么 知道吗 肠胃呀 怕胡吃海喝呀 眼睛怕什么 怕手机 怕电脑 胆囊怕什么 大家知道吗 胆囊 胆囊怕不吃早餐 所以要想弘法度人 学佛做功德 要善待自己的身体 因为零件 不好配 当你身体不好的时候 不但零件不好配 而且还很贵 最重要的 它还不一定有货 所以一辈子再有名 再有钱 身体不好 等于零 你们看一看 这次在斯里兰卡大爆炸当中 有三个丹麦最有钱的三个孩子 在那里被炸死 你想想看 他们都是个上百亿的资产的人 你看看 命没了 没办法享受 你看看 你看看 我们坐在下面的人 虽然我们没有很多的钱 但是我们精神快乐 我们天天吃得下 睡得香 最重要的 我们拥有一颗 很好的善心 现代人欲望心重 朋友之间 兄弟姐妹之间 都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上 如果在社会上 交一个朋友 都很难 谁愿意跟自私自利的人 交朋友 所以要用智慧来广结善缘 学博的人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朋友 因为我们有菩萨的智慧 我们广结善缘 他们都是你们以后的贵人 很多人 很多人交了一些坏朋友 明知道将来要伤害你 你却继续和他来往 曾经有个人问卢台长说 台长啊 我被这个朋友害得够惨了 但是我还是放不下他 怎么办 台长告诉他 如果你吃苹果 你咬了一口 你觉得味道不对 那里边一定是坏了 你是继续吃呢 还是毫不犹豫的 把它扔进垃圾箱里 如果是有人故意伤害了你 你应该是知道 这是无缘众生 你应该把它去除 在你的朋友名单上 还是继续让他伤害你自己呢 你们要明白 如果你继续吃那个坏苹果 你可能会吃出一条虫 你可能会消化不良 继续把那个人当朋友 可能你的人生会处于消极忧郁 并时常的遭到他的伤害啊 一个苹果不能伤害你 但是你如果坚持的让他塞进了你的肠胃 你就会对不起自己 而丢弃一个坏朋友 就像丢弃一个坏苹果一样 可能对你的健康 那是一种保障 所以我们学博人要学会真诚的待人 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要交真正的好朋友 要用慈悲软绒的心去和别人交朋友 你一定会获得真诚 因为人间的生命轮回的真理 那就是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大家很喜欢跟台长在一起 台长不停地跟大家讲中华传统文化 讲佛法的精髓 今天呢 我再讲一个中华文化的博览 让你们换换脑子 好不好 有一个农夫 秋收的时候呢 背的那个一口袋高粱 一不当心呢 把整个的高粱呢 倒进了水缸里 数日之后呢 这个缸内啊 飘出了一箱 农夫非常的吃惊啊 哇 这个高粱 进了这个水缸里 几天之后 怎么会有香味出来的 这时候过来一个先锋道骨的长者 他告诉农夫 你的缸内要出穷江玉叶了 但是你的按照我的吩咐去做 这个农夫马上就问 啊 长者 我如何去做 长者说 明天你要想办法 找到三个人 每人给他们在缸内滴一滴血方可 于是第二天一早 农夫在大街上等人 一会儿过来一个文人 风度翩翩 农夫说明所求之事 文人慷慨阴云 给滴了一滴血 到了缸里面 时尽中午又过来一个武将 也给他滴了一滴血 一个武将 下午路上一直没人 一直到了有时 有啊 就是像一个 一个像锡一样的 这个字叫 直丑银毛 尘是无畏嘛 这个有 有字 这个时候呢 天已经黄昏 路上实在没人 过来一个疯子 那个农夫呢 无奈只好让疯子呢 滴了一滴血 这时候呢 缸内啊 突然飘出 奇异的香味 长枝 唇香异口 清凉干裂 农夫 于是在钢上 就那个钢上面 做了一个记号 写了一个 有时的 有字 大家看一下 那个有字 看见吗 那么点了三个点 就是 已经有三个人 点了三滴血 那就是这个 九的字的来源 好像不大要听嘛 中华传统文化呀 那么故事还没讲完呢 这个中华传统文化里边的啊 时到今天 喝酒的人 一开始文之彬彬 来 喝 喝 是享受 那个文人的气质 喝到中途的 的时候 豪 意气奔发 斗志昂扬 表现的是 武将的风范 听懂了吗 喝到最后 雨无伦次 体面全无 那是让那个疯子的血 作怪的 所以呀 爱悠悠 恨悠悠 小酒一喝 晃悠悠 你们看看中华传统的文化 非常的渊博啊 所以你们要好好的学 佛法的知识 好如烟海啊 要好好的去体会 所以菩萨 让我们要好好的学博 好好的修行 让自己的心 能够和众生在一起 希望你们学心灵法门的人 继续要爱国爱民 遵纪守法 好好把我们祖国的文化 好好的继承下来 更要把我们伟大的佛法传承下去 他们不给我时间了 我现在最后只能抽出时间 跟大家讲两个小笑话 希望你们能够开心一点 如果你们第一个长鼓长鼓的不是太热烈 我第二个就不讲了 听好了啊 听好了啊 人类发明的 现在发明的什么东西最厉害 很多人说原子弹 核武器 不对 最厉害的是手机 因为手机会毁掉谁 你们知道吗 手机已经毁掉了电视机 毁掉了电脑 毁掉了手表 毁掉了照相机 毁掉了镜子 毁掉了报纸 毁掉了游戏机 毁掉了座机 还有呢 毁掉了收音机 毁掉了手电筒 毁掉了钱包 毁掉了台力挂力 毁掉了你的身份证 有人问台长 将来还会毁掉什么 台长告诉他 将来还会毁掉你的眼睛 跟你的颈椎 会毁掉你的健康 还会毁掉你的婚姻 和家庭 整天乱七八糟的打压打压 家庭都被你破掉了 所以啊 还会毁掉下一代 整天不管孩子 就管自己玩手机 我这话讲完吓得那个人 赶紧又看看手机 有什么信息没有 看看你们还蛮聪明 就再讲一个 说有两个 说有两个喝酒的人 喝得兴高采烈 喝醉了 一个问另外一个 你是哪里来的人呢 那个人说 我是煽动的 哇 我也是煽动的 老想 干一杯 好了 干完之后 又问了 你是煽动哪里的 我是激男的 哇 我也是激男的 干一杯 你们记住啊 这个笑话是最后笑的最厉害 你们最后笑不出来的人 要去检查一下 这个问题了 我现在还没讲完啊 听最后啊 又干了一杯 你是激男哪里的 巴里挖的 哇 怎么这么巧啊 我也是巴里挖的 再干一杯 然后接着问 你姓啥 我姓程 哈哈 这硬还是这么巧啊 我也是姓程啊 来再干一杯 这时候饭店的老板 因为认识他们两个人 实在看不下去了 就打个电话 嫂子啊 你快来吧 你丈夫和你儿子又喝多了 听懂了吗 儿子跟爸爸当然是一个地方的了 当然心成了 这喝醉了呀 听懂吗 哈哈哈哈 开心了 开心了就好 学弥勒佛 今天活得开心一点 对不对啊 人生祸福无常啊 我们谁也不知道自己有多久 只有珍惜人生 修心学博 才不枉费 不忘在人间走一遭 好好的吸取自己人间过去的教训 记住了 过去就是过去了 过去我们再苦再难再累 那就是过去了 我们因为有美好的明天 我们好好地要修心学博 相信观世